小老弟 各位 現在小老弟老天們就來了 今天這一集我們來談這個 磁吸環 或你的 MagSafe的裝置跟殼的距離 大概多遠 可能會有危險會吸不中 因為有小老弟妹反應 他的殼去買我 推薦說 我很推薦這個U-NEW的 這個質感跟 做工都非常不錯 而且吸力很強的 這個U-NEW的這個叫 磁吸環 磁吸環是貼在手機殼上面的 另外一邊是貼在 牆或者浴室一些桌子 這個叫磁力環 是給他吸的 所以你們應該是去買 如果你是要用在手機 你的殼沒有MagSafe的 你要買磁吸環 有的殼他裝下去發現說吸不到 不能充電 我跟他說他可能是這個距離太厚 就是說 我們現在如果 你裝這個磁吸環 你現在要考慮的 除了這個磁吸環的厚度 還有本身殼的厚度 因為這個距離 才是跟你手機 最後的距離 那你看我現在拿這個犀牛盾 犀牛盾的這個 你說他有這個MagSafe 他做在裡面 可是事實上 他這種殼他裡面一定是把它弄很薄 所以他把它卡進去 他就是挖洞的 所以這個磁鐵為什麼說會掉 就是他挖洞 把這個磁力的裝置貼進去 所以基本上他跟這個表面是很近的 所以他跟這個表面很近 你就不需要計算他的厚度 但是如果到底是有距離大概多遠就吸不到呢 我們今天就做一個測試 然後這個是HOTA的這個LOS 他是為什麼會拿他 因為他是四角瘦 他四個角很凸的 那這一個也是會有危險 這一個是我會來跟你們談說 他的危險就是有可能 你的充電器是那種很大一塊的 像車用的有一些高級車 他就有內建是那種 無線的充電板的 他這種高度 我們來看看他大概多少 有可能會吸不中 所以你如果要買這類的殼 當然這個是功能性的 你要自己去注意 有可能你就這個殼 你就是不能充電 那我們先來看他的距離大概是多遠 我們現在拿這個犀牛盾 跟原廠的都一樣 因為他們做這個Megasafe 基本上就是在表面的 所以我們不用量他的厚度 我現在我大概是拿一塊這個布 拿一塊這個布 我們看這個布大概是 這個布大概多厚 我簡易的拿一個這個尺來量 這個布大概2.5mm 2.5mm 好 那我們現在這一塊 這個是我們模擬 模擬這個是無線充電的 現在這個燈亮起來 那你如果今天你的殼 大概 你去大概距離 你一個殼 跟這個充電板的距離 大概我們看他 2.5mm 都還可以充電的到 好 那如果距離多少不行了 我們現在把這個布 折成兩折 大概就5mm吧 誤差大概0點幾 我們就盡量了 大概5mm 我是覺得大概4-5mm 就不行了 其實應該可能4mm 你就差不多了 我們看一下 就沒有了 就吸不中了 等我一下 對一下 對準一點 我把這個電源 我這個電源是有打開的 電源是有打開的 吸不到了 我現在對 有對就吸不到了 所以你這個距離 5mm是一定沒有 那我其實去實測大概4點多mm 4mm以上你就要很小心了 好 那這個我們來講說 像這個U-NEW 測你要怎麼測說 我貼上去 它大概是幾mm 比如說你可以先測渴 因為我現在沒有這個 U-NEW的這個厚度 就是我現在沒有量U-NEW的厚度 所以我直接就是 連背板的這個 大概用目測 來把它量一下 看它大概距離多遠 所以你的殼 第一個 如果你殼加這個U-NEW的 如果你超過5mm 是一定不行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一般它吸得重的大概是幾mm 看一下這樣能不能量 我大概把它壓住 我壓住然後去量這個殼的 殼到這個磁吸環的距離 等我一下 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沒有 等我一下 看一下平一點 因為我現在在鏡頭後面 我盡量把它量準一點 等我一下 看一下 這太高了 應該水平應該是這樣子 大概是4.2mm 看一下我再量一次看看 不對喔 等一下喔 等我一下 再看一下量這裡的 4.2mm 4.2mm 4.3mm 4.2mm 等我一下 看一下 4.2mm 好 我們算4.0好了啦 4.0到4.2 所以其實U-NEW的這一個殼啊 這一個殼的厚度啊 加上這一個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清楚 這個磁 殼的背板加上這一個磁吸環 大概是4mm 這個磁吸已經很危險了 看一下 你們看這個圖啊 大概是 大概4mm 所以這個是吸一定吸得重啊 我就不測了 我就不裝手機來測它是可以 那你如果說 這一個再加東西就不行了 那所以就是 你今天齁 你這個磁吸的裝置 我們現在你看如果 我來看這個視角獸 你第一個你回去 你先 你要先去測你這個 你要先測你這個殼的這個厚度啦 所以犀牛盾 你如果是犀牛盾的我覺得應該可人也不行了 我先來講一下 你看你犀牛盾的這個 犀牛盾的這個背板超厚的 你們看一下這個犀牛盾這個背板 犀牛盾的這個背板超級厚的 我看一下 我調整準一點 2.8 2.9左右了 看一下 看一下 對阿大概2.6 2.8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去量到裡面啦 所以就是只能靠 然後 微微的這樣去 用 目測跟這樣 大概 我們算2.6 2到2.8 好不好 2.6到2.8 2.6到2.8 就已經那麼厚了 我的意思是說 你買犀牛盾 它透明 沒有MagSafe的 沒有MagSafe的裝置 它還有一代 沒有 就是透明的 沒有MagSafe的 它這個背板就已經2.6多了 所以 如果我們說 4mm 4mm到 4.2mm 比較危險 就可以的話 就是你要計算說 你要看你的這個 U-NEW的這個大概是幾mm 你加起來 可能不能超過5mm 或者是 4.2 我覺得就極限了 你看啊 它U-NEW這個大概1.4 1.4 1.4到1.6 所以這個2.9 加1.4 4.3 也很危險啦 可能吸不中 我覺得應該要再 反正你就是在 我建議在4.2以內 如果U-NEW的這個殼 它們應該這樣設計的話 4點多 除非你要買這個薄一點的 那我們如果實測的距離 是5mm以上 就絕對不行了 所以你就是大概要加自己加 5mm以內 但是我會建議大概是在4.2到4.3mm的距離 那 你說這個 我們看一下HOTA HOTA的這個 我們看 它這個切線 我看一下 我們看它這個內圓 它其實內圓 它內圓就是做到這一個 做到這條這個 微微的轉角的這條線 所以我們量這個線 跟它這個視角獸 你們很愛這個站立的 你這個車充或一些什麼充 除非你把Megasafe放在中間 不然你可能吸不中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現在單純先平放 平放有時候它那個充電就是 平放就間距那麼大了 我們先看它這個多少 這就7了 6點多了 這可能就充不到了 這距離就6點多mm了 這個距離這麼遠 所以你這個 喜歡視角獸的 你就是會面臨充電的問題 4.2 我們量輕一點好了 可能是 我看一下 最高 它有最高點跟最低點 我們抓一個平均值好了 5.5到6 大概5.5到6 我這邊看不太清楚 我們算5.7到6好不好 5.7到6 那你有可能就是會充不到 5.6 5.7到6 可是這個一定充不到 就是說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剛才測的話 你兩個 你兩個這個墊子交疊才5而已 你即使現在5.6你也充不到 我們現在就在你的面前測給你看 怎麼又變4點多了 這個因為這有點軟 那有時候會 還有這個尺 它沒有很 沒有很靈敏 大概5 4.5到5 4.9 不是4.5 4.9到5mm 這個厚度5mm 我們5mm就吸不到了 5mm就吸不到了 我們再測一次 那所以這個Hoda這個5.6mm 你如果是整片式的 可能就吸不到了 那我現在我這個 這邊又把它打開 開對上去 吸不到 我現在有對準了 吸不到 吸不到 5mm就吸不到了 所以這個距離5mm就沒有了 5mm就吸不到了 5mm就吸不到 現在如果你很近的距離4mm 4mm以內 還吸得到 你看現在還有在充電 我現在故意 刻意拿 還有一個空隙 可是如果你再離遠一點 5mm的話 離遠一點 沒有了 它就不見了 離遠一點 離遠一點 它就不見了 所以就是 現在就是你們可能今天要買這個 所以這一集來的實驗總 就是來談說 你如果要外接這個貼的啦 就是你可能要去量說 你今天就是 你今天的 殼的厚度跟這個裝置的 厚度加起來 我建議 最好是4mm左右 就差不多了 那這一個 我剛才這樣大概測的話 U-NEW這一個 你們如果要買 它的厚度 因為U-NEW這個是品質很好啦 所以它才會做這樣厚度 啊有一個收編啊 U-NEW的話是 剛才我馬上測試一點多吧 應該是 剛才測我記得好像是1.4到1.7喔 1.4左右 再測一下看看 因為我現在在後面這邊 其實 其實我這樣測是不會很準啊 總之就是 不然你們就是看官方的這個 可能看官方的它給你們的數據啊 1.3 1.3 1.4 大概1.3 1.4啊 U-NEW的這個厚度大概1.3 1.4 你不然你們去看官方的 因為我這邊這樣測不準 總之你可能就要加上一點多mm 所以你的這個殼的厚度啊 我建議 可能要2mm以內就差不多了 你就是買一隻這個尺啊 你可能要去量啊 不然你就是最好是買這種 已經MagSafe做在裡面的 啊所以 像那個 上次我們測那一個 那個什麼啊 那個Moshi的 i-Glass的 那個可能吸不太到了 就吸不太到了 然後 那個 Castify的也比較厚 也可能吸不太到 所以就是 這個的部分 你們就要去了解 所以今天的這個實驗就是說 這個磁力的距離啊 大概 我們現在如果來測大概是 4.3mm到5mm 就快要 就不行了 所以我建議大概是落在4mm是比較 是比較安全的 就是可以吸得到 那如果你很喜歡買這種四角獸的 你就要自己去注意 不過四角獸 它 他們現在做的大概是中間 就是都會空啦 所以如果你說 普通MagSafe會繞掉這兩個角的 就是說 你在吸的話 你在吸的話 不會去碰到 不會去碰到這兩個角的 大概都還吸得到 如果你的那個充電的設備 也是有的 我說的意思是 有的那種汽車 它是整塊無線充電板 或什麼板 它的距離很遠的 不是距離很遠啊 它電機比較大的 你這個放下去一定是平放嘛 你平放的時候 它中間之一個距離 我們來測它 就已經超過大概 5mm左右了 大概就接近5mm了嘛 可能就吸不到 所以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 呃 這種的殼 它也是不錯 可是你可能只能貼中間 就是那一種它吸的人 用那種小片的磁吸的裝備 你要比較小的 要繞過這個邊啊 所以為什麼說 現在一般比較普通 或比較好的公司的殼 他們普遍都是會做平整的 就是這樣子 因為 其實磁吸 你們現在很多人在用的話 它會很大的問題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測到這邊 就是說 就比較多一個數據 比較多的數據 是比較精準一點 大概是 4.2mm到5mm 就是危險了 你盡量把它壓在 我覺得盡量 不然你壓在4mm好了 就會比較安全 好吧 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邊喔 你們如果要 買這種外加的 磁吸環的話 就是量一下你殼的厚度啊 你就先不要買 你先去看一下你的殼 有多厚 然後再加上這個 這個大概是 1.3到1.4mm 去 去看喔 好 那監視一起 好 就到這邊 可以嗎 來嗎